6月7日,52岁的歌手周传雄现身庆生 他还唱了一首歌曲,引发网友热议 只见周传雄身穿蓝色条纹衬衫,头发微卷,戴着眼镜 状态非常好,完全看不出有52岁 他拿着手机在粉丝的包围下一盏歌喉 歌声也是一如从前般好听 很多网友看到视频后都留言表示状态绝了 老师的心态永远是三岁,太年轻了吧 时间一晃,出道已经33年的周传雄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筷智人口的好歌 然而本该是乐坛前辈的他,却在之前参加的综艺节目中被新人导师孟美琪点评并淘汰 这次节目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热议 其他导师也纷纷为周传雄感到惋惜 不过,现在52岁的周传雄无论是身材还是状态都保持得很好 对外界的各种评价并不在乎 还在52岁生日时发布了自己的新歌 希望周传雄可以多多参加节目 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歌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